主席 苦難有機會降臨在每一個人的身上 連基督都不例外 但是因為信仰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態度面對 最近創世電視拍攝了一個家庭健證 当中有一位五岁的小朋友 脑出血中风 他的父母随时会失去一个深爱的儿子 究竟他们会怎样面对呢 吸爱而多一点时间 除了是被父母的口号提醒 还是创世电视一个全新节目的名称 故事主角Kaleb两年前突然幻想重病 要做开脑手术 生命走在死亡线上 很大机会是本身行动不方便 很大机会 说话可能说话不行 视觉影响 我听的时候 我已经觉得OK 无论是怎样OK 我可以陪他 陪他走 Kaleb 你要醒来 我们还要去澳洲 苦难突然出现 面对深爱的孩子随时离开世界 Vivian和Paul都很难过 其实我都需要被人安慰 但同样我的另一半更需要被人安慰 我跟神说 我常常都说我相信你 依萨拉你要我把我最深爱的儿子 交给你 欠给你 我究竟愿不愿意 有别于创世电视过往的见证 今次特别采用戏剧 和真人专访的形式穿插制作 令观众可以更具体体会到当时Kaleb一家的经历 一回到家我就冲进来 我看到Kaleb一个很无力的身体就躺在沙发上 我看到沙发附近已经很大灯 即是吐了的东西 Kaleb 经过八日七夜 Kaleb一家经历到上帝真实的医治 令他们积极去和其他人分享福音 在节目播出之前 沧西电视就在戏园举办了电影报道会 邀请到Paul和Vivian的亲友 还有节目中的演员出席 那你有没有东西跟他们说吗 有 希望很多人想知人 参加报道会的亲朋好友 看完节目和听完他们的分享之后 都非常感动 亦有不少参加者愿意厥自信主 我虽然不是一个教徒 但我在他们身上 我深深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力量 他们那份坚持 那份信心 我是从来没见过的 今天我再看回 好像跟他们一起去 跟他们一家人去经历整件事 我其中很深刻的就是 爸爸说到期节出事的时候 他怎样去抱着期节 去上车 讲着去看那个医生 没有感觉那个形容 我自己很深刻 是很担心 很明白做父母的忧虑 不知小朋友是怎样的 这一幕是我很印象深刻的 我最大的得座 就是觉得 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照顾 对我们的忧虑 可以是一世的 天上的父亲都一样是 还有我也觉得 有些事情 很多事情我们都控制不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我觉得应该每一刻每一秒 我们都要感恩 还有要珍惜 最深刻的感觉就是 祈祷未必可以立刻 我想要什么我就得到什么 但如果在苦难的时候 你真的肯交托 说出来 立刻那一分钟 你的心那种 我放下了 我交下了 我认为什么都好 那样东西 我真是经历这件事 我才知道 因为我再想说 我们不是自己有什么能力 是我们有苦难 而苦难经历神 打给我们的平安 和道过 这是福气 如果这个福气 我们自己受了 而不跟我们身边外的人说 我觉得很浪费 所以我们无论 都要拉他们来 都要听一次 所以我们觉得是很激动的 而且神造就我这个经历 是没有白费 过半小时的节目 给我而多一点时间 除了有父母真情否白 细数面对孩子 重病的心路历程 也特别邀请到节目演员 还有Kaleb一家 和他们的亲人 分享这段经历 背后带来的反思 特别适合一家大小观看 我知道Kaleb和天父爸爸有些对话 对吗 你可不可以告诉观众 你和天父爸爸谈了什么 想知道Kaleb听到一个什么答案 Kaleb的经历有带给身边的人 什么啟发 就要留意节目内容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已经是为人父母 记得邀请他们 9月21号星期日晚上10点 收睇Kaleb而多一点时间 原来马来西亚都有肥肥的 创世电视邀请了马来西亚演艺人 开心说喵喵 和大家分享她的美丽故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喵喵 马来西亚的人通常叫我喵喵 但香港朋友现在叫我喵喵 全名叫做林静喵 安静游喵条 就很像我这样 林静喵 在马来西亚凭初暖红斗兵 饰演阿牛的妹妹肥妹一角走红 之后又出现香港电影 我的野兽女友 经常接拍照片带给人欢乐 报告教授 当然可以了 我在美国读大学的 我读的是土木工程师 双琐事 还有那个餐厅 做老名 sup the water 不过 骇身的过去遇到经济的压力 和未知的前途 都令喵喵曾经想放弃生命 我就跟这个神手 我不可以再跟你讲话了 因为你是个会救人的人 我不要你救 我只要死 最终是什么挽回了林静喵的生命 她又怎样走出抑鬱 在她梦想的演艺界继续走下去呢 小时候爸爸破产 被逼送入苗中生活的林静喵 在节目里面也都揭开了自己的黑暗面 因为我很记仇 我的记忆力是三岁开始 所以很多我讨厌的人 或者说对我有伤害的人 所讲的每一句话 每个表情我都还记得了 要化解一直的怨恨 重拾耐心的美丽 可以有什么方法 记得留意收看 9月20日星期六 晚上9点半播放的 林静喵 《我肯美丽》 由9月18日开始 《凌晨日记》 邀请到中国浸讯会神学院教授 彭震国牧师讲解李美记 还有外号桑德南的演艺人 尖志文尼尔读经 大家记得一起收看 每日零收 亲近上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